十九世紀是歷史學的黃金時代 而去到二十世紀初 因為受過其他學科的挑戰和啟發 歷史學者亦不斷創新 在破和立之間融出新的高度 歷史的轉向是台灣中研院人民副院長 黃俊興教授的著作 黃教授以他的真知卓見 分析史學過去的發展 清末以來在西學影響下 梁啟超、胡錫等中國學者提倡新史學 後來後現代主義興起 學者理解歷史的方法又出現了改變 對於關心歷史研究的讀者來說 黃俊興教授這本書可以說是不用錯過的